賴清德在就任前 參加鄭南龍的一個活動 公開講過 為自由主權要付出代價 他就好像忘了他講過這個話對不對 都是聽信其他的消息時候 會有和平啊 會有軟調子啊 所以很多人就壓著很多的 藍營的諸侯要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啊 就是我看到的情形是這樣子 他們就忽略了他講過這句話 我經常講 我很早就認識賴清德 我百分之百確認 他是正確信者 在心理學大師郭正亮 正確信者真的 對 就是說 對於一種台獨他不是一個政策 他是一個信仰 賴清德他一輩子的夢 要幹什麼一件事情 就是他站在總統府面前 宣布台灣人站起來了 台灣共和國今天成立 這是他一輩子的夢 你們不要忽視這樣的一個夢境 你們不要忽視這樣的信仰 這個才是真正賴清德的面貌 然後他說 我已經在羅森伯格的壓力底下 退退退退 你還要我怎麼樣 你要注意到這個歷程 第二個 台獨理論界有好幾個有趣的理論家 他們相信 而且他們要建立一張台獨時間表 我第一個階段做什麼 我第二階段做什麼 我第三階段做什麼 這些台獨理論家 你可以在台灣公論報上看到 你可以在很多的台獨的網站上都看到 他們怪蔡英文 你怎麼台獨競爭表這麼慢 你為什麼阿亮哥知道哪些台獨理論家 整天在批評蔡英文 這個都是在我們眼前一再上演的 那你在這種情形底下 賴清德一定覺得 蔡英文的肩膀上 就是我站下去要更高的高度 蔡英文只走到兩岸互不隸屬 我當然最起碼走到兩國互不隸屬 互驚互 才第一天跨度就這麼慢 當然就是啊 不然怎麼站穩我 不是台獨今孫 站穩我台獨國父的地位 真的是這樣子 誰跟你今孫啊 他否認今孫 因為他是國父 所以他只是想到他自己嘛 不是 他自己就是台灣 他自己就是台灣的化身 台灣是母親 賴清德是爸爸 就是這個意思吧 你要知道這種 確信者的信仰 就會有這種情形產生 他的思考邏輯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跟蔡英文最大的差別 蔡英文不是 蔡英文是投機台獨啊 他台獨是可以買賣的 陳水扁也不是這樣 陳水扁是政客台獨 就是對他來講 陳水扁有本質上的差異 有本質上的差異 他比較像摩西了 誰 賴清德 摩西是李登輝 那約瑟是陳水扁 耶穌亞是陳水扁 然後這個誰 賴清德是 我是耶穌 我是新約聖經 你們是舊約聖經 你要相信我的判斷 我觀察他很久了 他真的是這樣的人 所以他今天會跨這麼大步 我相信大陸上很多人嚇一跳 這是沒有心理準備 台灣很多人沒有心理準備 但是這個就是賴清德 他是真真正正的賴清德 先探給你看 先探給你看 就是說你大陸要交流 哎呀我們應該和平交流 我們應該做好人機 條件你要承認我台灣獨立 所以委員我就想要 剛剛亮哥講嘛 當然你說這個習近平 他可能有第四任壓力 那賴清德呢 假設他就任的第一天 都已經這麼驚嚇 步伐就已經這麼大了 假設他四年平平順順的過去 第二任呢他會怎樣 我想看我第一任 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我講台獨也沒事啊 大陸也不敢怎樣啊 對不對 那我第二任我不是步伐更大 你怎麼講出他心中的話 你是不是顯然跟他溝通過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你要知道 台獨路線一直過去 有很大的爭論 最早其實爭論呢 是年紀比阿亮還大很多的 那一個台獨派 他們深信要推翻中華民國 才能建立台獨 才能夠跟 他認為中華民國 是跟中華民國共和國是死敵 所以要推翻中華民國 才能夠跟什麼 跟中華民共和國和睦相處 標準人物是誰 彭明敏 他文章裡這麼寫的 再來 更晚一點的 很晚的出現日本人 比較經典的 洛林政杖 他說 除了這個推翻中華民國以外 要考慮一條路線 就是中華民國台獨化 把中華民國當台獨工具來使用 可是過去民進黨很少走這個路線 很少很少 但賴清德就正式走這個方法跟路線 端在台面給你看 所以我說三合一台獨 就是把中華民國台獨化 所以才阿亮哥很聰明的點出來 中國要正視中華民國獨立的存在的事實 就是中華民國已經跟你中國沒有關係 所以我才會挖苦他 不行人家說我嘲諷派大師 我不表現一下怎麼行呢 中華民國如果跟中國沒有關係 中華民國就偽政權 而且是有潛力的喔 對啊 有潛力喔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曾經有一次出現偽政權 是汪精衛 他說我這個中華民國是服從日本天王的 是日本的 所以不是中國的 就中華民國跟日本有關係 跟中國沒關係的 汪精衛就是我們爭到偽政權 是偽政權是沒有錯啊 那因為幸好當時還存在一個 重慶的國民政府在那邊 講中華民國啊 那對於這個跟中國毫無關係的中華民國 這個 是僅屬於台灣的中華民國 那就是偽政權啦 可是他知道台灣有中華民國派 他想要拉這個選票 讓他們有一個走向台獨 所以他有其中有一段話 我不講細節的措辭 他細節措辭很簡單 不管你什麼時候來台灣 不管你從哪裡來台灣 你只要認同我的台獨 你就是台灣人 哎呀開始洗迪心靈啦 像不像A4開始步道 對就是這樣子的 他在做一種 我們大家團結在台獨的戰車上面 共同付出代價 追求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 就是台灣共和國的成立 他說我已經講台灣 我沒有講台灣共和國 對你們已經夠客氣了 你們還要怎麼樣 對賴清德來講 他先出牌 那如果 重建國家 社會改造 洗敵人心 你都背起來了 合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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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來了 阿娘很進入狀況 都背起來了 何解釋在哪裡講的 鄭南榮 對就是我講鄭南榮 裡面講 要為自由主權付出代價 對 這個他真的是相信這樣子 他也會去推動這個 你不用懷疑到第二任 第二任他應該很順利連任 對啊 所以我說第一任都已經講到這樣 然後說如果這個 所以大家安全帽戴好 安全戴氣好 對 那反過去就 假如那大陸會允許你這四年平平勝勝嗎 這裡面有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就是最近他們的台獨派的朋友裡面 他們相信一個人的說法 松田康伯 他說 美國已經在台灣周邊部署好了 可以壓抑 可以限制中國武力統一台灣 那中國有三個原因會講介石化 講介石化就是跟講介石一樣 喊反攻大陸 反攻畢城 復國畢城 然後越喊到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中國也沒有三民主義也沒有 他說會漸漸的消失掉 叫講介石化 大陸對台政策會慢慢講介石化 然後他的依據說三個要件 只要大陸這三個要件都滿足 就會講介石化 第一個領導人上了70歲年紀太大 第二個經濟 由這個小康變成富裕的時候 這個時候最怕怎麼樣 花錢 所以就不可能 這個武力統一台灣 統一台灣要很花錢 第三個 政權越來越穩固 就不願意冒風險 這有三個這個條件 我當然不去細數他 可是當你一些民進黨想台獨的人 他就會把自己的期望 投射到這個理論裡面去 然後相信 你看嘛 那個大陸的年輕一輩 已經不會想要統一了 我們等時間 大陸越年輕一輩 那我們台灣越年輕一輩 就越想台獨 那兩邊都自然分開了 這個是 我對大陸的年輕一輩 理解不是這樣 不是啊 人家的主觀期望 客觀投射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大陸對台灣 最有感情的就是習近平 其他都沒有 你不要再誣昧我們習主席 其他都沒有什麼感情 好像他是台灣的同路人 我只是解釋說 台獨的人士 他們這樣心裡的投射 他們如果找到一個 好像看起來比較光輝 四色的理論 他們就會覺得這是很好用 這個就可以讓他們 從此啊 可以跟上帝對話 這是一種心裡的投射 所以 大陸現在就是 面對一個困境 你說大陸怎麼 這個 很嚴厲的指責 又不是第一次 對不對 那你說什麼 灰色世代 那基本上 這是 賴京德跟你讀一件事情 你拿我沒辦法 我頂多拿個雨傘 這樣子而已 我就可以度過這四年 因為你有很多試樣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我當然不認為啊 可是他認為啊 大不了就是 你說一說嘛 你微導演習 就是微啊 落盡平安啊 對不對 像飛飛彈經過也沒怎樣啊 對啊 像很多錄音都這樣講 會怎樣也沒怎樣啊 對這個就是目前普遍的在很多的台獨的運動者裡面的基本的想法 他基本的想法 就過去也不夠如此嘛 對不對 那原因啊 就是他有時候會引用我的理論去吧 我這很好玩 他說那個國民黨那個姓蔡的講說大陸還有很多外匯存敵在美國 他還沒有搬回家之前不會打台灣 你這個影響超大的 是啊 大家都朗朗上口 對啊 大陸的人這樣想 這個難得我有個見解 一個川普統獨都接受 所以他們現在猛賣啊 好像還沒有買太多黃金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普遍的一個下去啊 他就像人家說他溫水的情況 他其實不是 他在測水溫 測水溫 他在測水溫 所以呢這個金門模式很快的會變成台灣模式 然後就這樣 是嗎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就台灣在裡面就是大家 我說也沒什麼感覺 應該說金門剛發生撞傳事件的時候 大家都很積極去關心 那國台辦也講得很嚴厲對不對 後來有很多國民黨的立委很積極 問我的時候國民黨黨團幹部問我 我說你要小心喔 搞不好共產黨先打卡下班喔 把你丟在那邊 你一個人上班 果然被我猜中啊 所以民進黨更興奮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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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們弄弄他的話 搞不好這個 國民黨會被我們調住啊 共產黨就先下班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大陸方面怎麼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人民日報大燈特燈 然後這個 已經燈了 對啊 四版全版 四版全版喔 這稿費不少 這個新華社環球時報 然後結論啊 就是說有戰略定義是很好 但是如果有戰略定義 沒有戰略行動 這個就是賴清德在觀察 所以接下來會有行動嗎 我不確定 我覺得但是 這是賴清德在觀察的 他就在看 他還在用望遠鏡看著你 看著北京 說北京再來出招 那如果僅止於這些言論 他會覺得說 安全 繼續加油 你要了解他的心態 對他來講 權力在他手上啊 外衛存體在他手上啊 軍隊在他手上啊 人事在他手上 他很安安無論的 再繼續準備競選連任 就用剛才阿朗講的那幾招 你講的那一招對不對 就是你就根本沒辦法挑戰我吧 對啊 就像說他在就職演說 開頭第一句話 1949年以前是台灣的黑暗年代 哎呦在場國務黨也沒有人吭聲 哎呦我們黨主席朱立倫 發表回憶也沒有吭聲 人家說1949年以後 到解嚴就是黑暗時代 當著裡面打臉耶 正恩兄我補充一句話 我看到歐美 如果真的人家在聽你 就職演說啊 你講到這種東西他們就離場 對 必當立刻離場 結果國民黨沒有任何人離場 對 他就職演說整個講完沒有人離場 不是我苛責啦 其實最應該離場講到 因為那個就是你們姓講的 統治台灣的時候 不是嗎 所以我認為他是吃定國民黨 對 就是吃定你不曉得怎麼回應他 你的心理上屈服於他 這一段對國民黨很重要 而且對台灣不重要 很重要 就是你讓你心裡 欺負在我的論述底下 像馬英九在欺負在民進黨 228論述底下 然後這個時候就告訴你 1949年 如果要是我當場回答 是啊 黑暗時代蔣經國在搞出什麼 台積電啊 所以台積電是黑暗時代的產物 你們在叫什麼 可以跟他對壘啊 可是我們國民黨黨主席 發表了半天 他有個特色 我們朱立倫朱主席 講話有個特色 就講完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就是一堆人離開之後 痛罵你違憲 你是讓你現場聽你就知道違憲 可是你並沒有離開 而且這一句話是 直接羞辱你國民黨 直接羞辱你國民黨 那是不是太忙了沒聽清楚 那這一句話是很重要的 我第一句話聽完看地球 我都覺得傻眼了 那我就哎呀 原來我們國民黨 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叫傅崑奇 他有先見之明 叫大家不要參加 只有他叫大家不要參加 在那個現場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雜事可能很多 第二個我真的覺得 還是這個知識上的一個深水區 沒有像現場幾位 我覺得這麼的深入 然後所以他們可能專注在 講中國的部分 中國的部分 對於那個歷史的部分 可能就會輕輕的飄掉 有些人 有些人 是我們在山寺的地方 尤其是那個人 都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你可能是在山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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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